表演战机一字排开 在空中上演飞行特技 本年度的弗洛交仪国际海空展 今天正式掀开序幕 共有来自36个国家的550个参展商 参加了本年度的展览 几乎全球百大海空设备的制造商 超过一半都有代表出席 今天的开幕式上 我国空军呈现出精彩表演 首相纳多斯里纳吉也到场主持开幕 他说随着区域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 国防预算和开支必须受到各国重视 他希望各国进行长期规划 确保国防系统符合现代需求 纳吉说在第十一大马计划下 政府将拨款261令吉 提升我国的防卫能力 他还说迈入第十四届的 弗洛交仪国际海空展 不再只是各国防御设备交易的场所 他已经成为国际享福盛名的一场活动 在展览登场的第一天 多个国家的代表也同时抵达 其中包括邻国新加坡 阿拉伯国家卡塔尔 以及英国的代表团 国防部部长纳都斯里希山穆丁 和多名内阁部长 也都前来和外国代表进行交流 NTV7综合报道